如果普通人,說真的,疫情有一些走不掉就走不掉 但現在疫情過了,他們都很難說好像以前一樣都封死了 那這些人開始有流動的時候,你都看到多了人都開始走人了 那這個也是,我想在大陸的計算之中 他都是預料有些不是那麼聽話,不是那麼合作的那些就唯有走 走得差不多的時候,你只剩下那些都是,要是說說老二,等退休那些走不掉,那些是沒有所謂的 那些都是,一般來說都很聽話的,不聽話都是坐在那裡不能動的 那些很多都,所以剩下都是一些老弱,或者是一些本身是很愛國的 那他就合小購車,或者有一堆就是他送過來的那些,就是新滲透進來的那些 那你其實慢慢的就是,就是桃花依舊人面全非了,變了質,那你變了質就不用了 如果你說金融裏面的人,老實說這10年8年都滲透了很多大陸人下來的 那你有些人不知道他有什麼事,有些可能是,本身都是想走人的,他知道大陸也很多人想走人的 他就在香港搭腳射,那麼就收一收腳就走出去了 那其實那些有很多都可能走了,那有些就,就是貪這裏,可能相對大陸來說 那個生活舒適一些,稍為自由一些,那些自由應該都差不多,都看齊了,扯平的 那感覺就告訴別人,香港做事吃香一點,這要時如果再走出去都容易找東西做 那你如果這麼多大陸人在這裏,就是已經插了旗,那些金融機構都是很多紅色資本中資底的 那其實你這個,這班人其實不會怎麼走的,你說一些,就是老一輩的那些,那些做金融的那些 其實就很多都很comply的,所謂很comply就是,就是他們賺錢的,你會聽話就聽話,你會做什麼就做什麼 很多都是這樣,你做得這行的事情,就是做金融那些人就是多不少這樣的特性的,看錢分上而已 你有客人,有錢賺,什麼都可以的,尤其是大行,你不要以為就是中資,大行當然是 你要拿一個鞋子就拿一個給你看,就是你如果做一件事就真的做得到,什麼都做得出的 所以你對那些人,你給錢他就ok,其實現在你又不是沒有錢給他,這些完全不是問題的,這些是很乖的 大家都看到的了,其實就是外資都開口了,我們也不用重複說說二、三十次了 就是找不找到錢,大家有眼看的 說這麼多話都沒用,你看股市,看樓市,全部都不動的,都是遠都是那些位置 看經濟,那你的增長一直向下跌,你怎麼賺錢呢 賺錢你要有那個增長的前景,什麼都不說,不說你制度,不說你其他那些東西 你起碼那些東西要升,經濟要向好,股市要向好,樓市要向好,這些都不是的 那怎麼賺錢呢?賺屁 不是沒有人玩,有人玩,玩那些,全部都鎖了,坐了貨 你玩港股那些,三字頭買下來,二字頭,一字頭就見過 那你現在有二頭,你全部都坐了,有錢都鎖死了,玩什麼就不用玩了 你最近也看到,你有看那些樓市的節目,你就知道 有些樓的劈架都劈得很厲害 你在說五至十,或者再大的幅度都見到 當然是賣出來的那些,你不賣的話就沒問題 賣那些,急賣那些,或者有些銀主座,有些移民那些 那些沒辦法,那些都是要減價的,很多東西都不是好 你看到你在採訪中說了,香港的樓市可能會大跌三十 你要我說,我就照說,但是我個人認為,就算是三成也好 你不是一年跌出去的 你可能一年十個百分之二年二十個百分之三年三十個百分之 以前,真的歷史上那個樓市,你不是跌就由自我跌,都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 其實現在,你又沒有一些很嚴重的事情在面前 息口其實是的,但問題是,你又不是很肯令它加到什麼幅度 譬如說,你可能加到三、四厘、四、五厘,他可能先休息一下 如果你說的是這樣,三、四厘左右的息口幅度抽上去 當然,你會令樓價跌,但問題是,都要有些其他危機配合 譬如說,是否債務大規模爆煲,或者有很多未想到的東西爆出來 有這些東西爆出來,可能的幅度會大一點 但現在這個時刻看不到,你看不到的時候,你預視到它 應該都差不多玩到差不多,但是同時間也有一個通脹的背景 因為周圍的東西都升,你可以這樣說,賤子價格都在升 你走去市場買東西都一直在貴,那你照樣的樓價也是有個通脹浪高的壓力 變成你,你說它說落得太多了,其實你有個通脹抵消了 變成它有幅度的免許多 其實,你看看歷史,港股也好,樓市也好 其實30%不是一個大幅度的 你真的是一個紅市來計算,你跌三成是輕便 通常如果你跌一兩成,這次是調整的 就是還是牛市的,不是紅市的 但是你看到的,現在那個樓市由97年上至高位,到現在都二十幾年了 我當你零三的底位計算起,那低位計算起到現在都二十年了 一個二十年的周期,其實都行凸了,可以這樣說 那你講回那個股市,其實連儲國最新都發表了一個最新的地區經濟報告 就說受俄乎戰爭和地緣政治局勢的影響 他覺得未來的企業、金屬、農產品都會繼續飆升的 加息的話,都會連到股市大電 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說了 其實,那個市跌就未必是加息那一下那個位出現的 你的市會比較先的 那這個機制是怎樣的呢?就是你現在那個息口 預計到他未來的一兩季兩三季會急抽上去 可能急抽走走幾厘給你看 那你這樣走上去呢 會引發一些資產泡沫爆破,引發那個經濟衰退 但是不是今年的 你今年到年尾,可能到明年頭那個息口可能 譬如扯四五厘上去 那你很可能發生的就是明年後期 才見到那個衰退 明年年中打後,明年下半年才見到那個 資產泡沫,尤其是樓市那些有一個明顯的向下 那如果你明年下半年,甚至一年尾才說 資產泡沫明顯向下,那個樓價 跟著那個經濟衰退 那樣的話呢,股市你行先少少,都要明年才下跌的 都不會今年這麼快跌給你看的,你今年說4月左右 那所以你現在有一段時間,在前面說的那個 市況呢,就比較 比較傻一點,傻的意思就是 你沒有即時的衰退的壓力嘛 那你沒有即時的衰退壓力呢,那個股市就跌不太多了 那但是,經常怕它衰退嘛 又怕它加息嘛,經常在說這種事情 那些,怕的時候又會調整嘛 但是,又搓來搓去 怕著來升,那個股市可能反來覆去的樣子 那你本身,現在美股已經上到一些相對高的位置 那它可能再移上去的空間,就不會太多了 但是它搓下去的,又沒有搓得出來的 那就搓下搓下,可能搓下低一點,搓下低一點 就是一個比較,比較慢一點的向下 但是,那個幅度會動得比較厲害 那如果你反過來,說我們這邊的,你說港股那些呢 因為那個超賣是厲害的 就是,其實你用任何技術指標你看,都可以看見底的 紅市應該,可能結束了都不定的 但問題是,你見底就不想要它大升 它在一個低位,因為它經濟,這條經濟是不行的 前景也很頑皮的 那你沒有動力上的時候 那它也上不了多少,但是也是搓下去的 你美股搓下去,我們跟著搓下去的了 問題是,美股搓下去的,可能搓下去的,搓下去的 港股可能搓下去的,搓下去的,搓下去的 然後稍微穩定一點 那可能暫時這樣就能達到,這幾個月多了 其實大陸的上海封城都還沒有完全解封的 看到人物銀行要降準 劉河總理提了三個措施 那個感覺是很想加於恢復這個生產 接著德貴的一家報紙就寫了一些標題 是這樣報導的,說中國的經濟4月份會大跌 就說很恐懼,其實怎麼看大陸的經濟呢? 沒有的,你停的禁止當然是縮的了 縮得很厲害的,2020年武漢那些事大家都試過了 不止大陸封城,全世界都封了 大家封的時候就一個大幅的收縮了 但是這個又沒事的,你如果不是太久 你恢復的時候,它又可以回來的 但問題是,它現在堅持要零的 那你堅持要零的時候,很明顯這些病毒傳播力這麼高是零不了的 那你零不了的時候,你又要堅持要零,那些封鎖要持續了 是不是? 不是這裏說那裏,就是逐個省逐個市周圍的封鎖 那你這樣長期封鎖下去呢? 那問題大了,就是你看香港一樣,你長期封鎖的話 你真的有一些本來不用收拾都要收拾的 本來打算先停一下,結果都要收拾的 收拾了又不是那麼容易開得回來的 那你很多收拾了開不回來的時候 老闆就變了失業了 打工的又失業了,那就大量失業問題了 大量失業問題就不用問,貴一點就知道是壞的了 你也都反映了北京就多擔心了那個堅持呢? 現在最近你說鎖準其實是鎖了5300億人民幣出來的 他說而已,你鎖準的銀行肯借才行的 你外面的企業借才行的 你不借的話都會出去的 五千多億,五千多億你以為是小 五千多億等於GDP是兩成的 一季GDP是兩成的 那你鎖幾次准就整個quarter的GDP給你說的出來 我不是很相信的 其實我想現在那個局,它是想零 但是又怕那個經濟之下 當那個情況是真的蔓延得厲害 很多省市都疫情都已經是沒辦法控制 沒辦法控制就沒辦法零之後 其實它多不少都要改口 或者是不改口也好都是死雞撐蠻過去退 就是唯有 實際上那個行動,它沒辦法要好像之前那樣 動不動就要所有事情都停了 如果你太久的時候,它發現搞不定 就是唯有就是讓客觀的現實 逼它承認到這個問題 根本已經是不可以讓你用以前的方法去解決 或者處理 這個當然那個代價會很高 你經過連串失敗的事 發現最終都是失敗的時候 現在的問題就是別人大幅加息 你的債務問題是很多迫在未知 就是當你迫到很多問題真的要爆出來的時候 我猜它才會有機會收手 但是到時就可能會太遲 變成一切都太遲的時候 你就到時有什麼政策都沒有什麼用 即是那些貨幣和財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